到底是谁这么狠心 又传出有人恶意一气小狗狗 这是在台中这家自住餐店 这个休业已久 但是老板居然呢 关店离开之后就把狗绑在店门口 两只狗狗非常可怜 没得吃没得喝 受到只剩皮包骨 附近的邻居看不下去 请救援人员赶快来出动救援